据众管处旅团管理站统计 在光辉10月旅团的连续假日 平均每天涌入5300人次 对当地业者来说是创造了往年同月的业绩 不过当地居民遗憾的是认为 如果能够搭配附近居民农特产品在廉价来行销 势必可以拉抬当地农特产品的致命度 后疫情的花莲是全台民众旅游的首选 而旅团团在中秋节廉价 双十国庆以及全民运动会连续12天的人潮 为当地业者带来了不少的营收 今年的中秋的廉价四天 平均的游客数大概有5300人次左右 日平均 在双十三天的廉价 平均的游客数大概是6000人次左右 那与去年的人数相比的话 大概是有比去年多一些 是完全没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连续12天旅游活动期间的旅游 游客量平均达5300人 附近的居民则希望 未来在遇到连续假期 是否能够规划行销专区 也能够让当地居民及小农 能够拿出最好的农特产品来行销 创造当地居民的收益 才不会浪费如此庞大的观光人潮 所带来的收益 记者林杰授丰采访报道